近年来台湾诈骗横行引发民怨 总统赖金德也再度宣誓要打击诈骗 不过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最近公布了一份调查 讨论政府哪个单位在打诈工作上最忍民怨 结果显示数位发展部登上第一名 负面声量高达了1.2万则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负面声浪也有5615则 位居第二 前者引发民怨的原因 可能在于即使书发布 花大钱试图从源头绑堵诈骗 但是诈骗电话 简讯或是网路诈骗讯息 还是层出不求 效果不彰 NCC则是批评无力监管定性业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